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 随着美国防长奥斯丁访问以色列巴以局势可能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 同一天的时间里面美国对于也门对于伊朗对于黎巴嫩都采取了一种施压的一个态度 而且值得大家关心的是巴以的战火可能会延伸到也门延伸到红海 那美国的这个新战略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美国这个战略能否成功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听听跟大家讲一下前两天跟大家聊了一起啊 王毅与沙特和伊朗的副外长见面 美国总统拜登啊讲话讲出来了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的一个规划呀 简单跟大家来讲 咱们再结合今天的新闻 大家就会发现啊 每一条都能够对得起来 首先啊 拜登提到啊 他想要啊实现两国方案 真的假的呢 尊度假度 大家自己看 但是的话 总而言之 他的目的啊 是为了实现两国方案 要落实两国方案 那如何落实呢 要让啊这个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变得温和起来 不要那么的强硬 然后变温和的目的是什么 之前就跟大家讲了那一期视频里面就跟大家解释过 那就是让以色列的国防军从加沙城内抽身 这是其一啊 美国想要做的第一步 第二步 让法塔赫进入啊 加沙城内啊 然后这一步的目的也解释了 那就是让哈马斯与法塔赫内斗 让巴勒斯坦人互掐 那两国方案还落实个谋 但是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玩法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那就是让啊 这个以色列与沙特修复关系 沙特修复与否没关系 但是总而言之 消息要放出去 我们要和平 以色列与沙特修复关系 让沙特跟伊朗反目的成仇 让伊斯兰世界分裂 打破现在伊斯兰世界 以及广大的南方的国家 亚非拉的国家 与伊斯兰的国家 然后在联合国绑定在一起 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的这种态势 然后还有一步 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新闻提到啊 美国正在邀请澳大利亚 加入啊 红海的联合舰队 针对的是也门的胡塞武装 然后这些新闻啊 那时候我放在一起跟大家聊 跟大家解释了 美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美国认为如果以色列 持续的耗在加沙城内 可能会耗掉以色列这个国家 耗掉美国在西亚地区的 最后的那个小抓手 对于美国不利 但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一定要进加沙城 之前跟大家讲过 以色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必须要得到满足 到现在为止 以色列国内 90%的以色列人还认为啊 进入加沙城作战 那是正确无比的一个事情啊 以色列人认为一定要惩罚这些巴勒斯坦人 所以说进加沙城才是最好的 内塔尼亚乎也是啊 因此被架在这了 然后美国人是不希望以色列进加沙城消耗啊 因为在加沙城内的战事不顺 大家也都知道 以色列已经消耗掉了多少武器装备 那美国人如何能够消解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呢 现在美国防长奥斯丁不就来了吗 我给你改变一个战略 这个战略就是精准打击啊 这个精准的部队精准打击 然后大规模的这个部队啊 尽量的啊 要改变这个战略的方式 其实这个话我跟大家 昨天就跟大家解读过啊 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很简单 那就是啊 以色列的军队要从加沙城内撤走啊 这不就是战败了吗 加沙城的战事 以色列失败了呀 可是目的是什么 是美国为了保留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实力啊 打游击战 美国人都不成事 更何况现在的以色列 所以说呢 进加沙城打游击战 打哈马斯 那是大错特错 美国要修复 可是美国不仅仅只是单纯为了保留以色列的这个实力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 在巴以的这一轮的冲突 最开始的时候视频就讲过 美国啊 最好的一种状态 那就是让以色列去招惹一些西亚的一些国家 然后呢 以色列啊 然后被啊 西亚这些国家打了 攻击了 以色列就可以高喊 我有自卫权 从而让以色列去攻击一些某些西亚的国家 有可能是沙特呀 有可能是黎巴嫩呢 有可能是野门呢 有可能是叙利亚呀 如果打了这些国家的话 哎 美国就可以借此使用以色列的优势的空军和陆军 然后达成以色列战胜这些国家的一个效果 大家一定得知道 以色列的空军到现在为止还是西亚地区的独一份 毕竟以色列的空军还是有F35 可是西亚地区这些国家 现在尤其是以啊 这个沙特呀 阿拉伯世界啊 这些国家为主 大量的都是拿着美式的装备 美国不给你授权 美式的F15 F16啊 这些飞机都飞不上去 哪怕飞上去了 你干得过F35吗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啊 所以说呢 以色列如果从加沙城内抽身 以色列就可以威胁西亚地区这些国家 然后呢 哎 美国给以色列 然后都啊 得来的一个解法 那就是让巴勒斯坦人内斗嘛 然后让法达赫与哈马斯去斗 发啊 这个法达赫啊 你是这个加沙城的这个管理者 法达赫回去吧 回去吧 你去啊 加沙城吧 那个时候 哈马斯跟法达赫打起来 那就是一个必然 那这就是 这就是美国人出的一个阴招啊 然后呢 然后比如说刚才跟大家讲了 澳大利亚 然后的话 如果加入了所谓的联合舰队 在红海执执法 对不对 针对的是野门的胡塞武装 如果啊 野门的胡塞武装攻击了澳大利亚的军舰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澳大利亚啊 我被打了 我被打了 这个时候澳大利亚要不要派出陆军 空军 或其他的一些海军 来啊 这个野门进行作战呢 美国可以提供武器啊 澳大利亚 当那个啊 当那个炮灰 去跟这个野门胡塞武装作战 然后的话 美国提供大量的美式装备 这个时候西亚的局势会变成什么样 谁敢帮啊 野门胡塞武装 谁敢帮 对不对 你沙特是敢帮吗 还是啊 你伊朗敢帮 你敢帮是吧 美国这个时候就要强压伊朗 沙特那个沙特根本就用不着强压 沙特现在的这个军事实力 就是靠着美式装备堆出来的 所以说呢 沙特是最不敢冒头的那一个 伊朗啊 伊朗如果支持野门 野门胡塞武装 那美国对着这个伊朗施压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就是美国人玩的 列解西亚地区 这些国家团结一致的一个态势 这个时候咱们已经看到了 我跟大家也讲了 王毅拉着沙特和伊朗的副外长 然后的话一起开大会 大家一起来讲团结 而且这一步不仅仅是为了反制 美国总统拜登所强调的 让这个沙特与以色列和解 从而挑拨沙特与伊朗的一个关系 不仅仅是这样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结合今天的新闻看 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王毅这个时候 反复的在讲团结 而且呢 中国沙特伊朗还要弄一个委员会 安全的委员会 大家要定时来开大会 现在第一届的副外长级别的大会 就在北京进行召开 为什么沙特伊朗中国 一定要表现这种团结的态势 有用 就跟反制美国现在这些动作 他都相关 讲今天的新闻 首先关于美国希望 以色列从加沙城内脱身 也就是拜登的那一期讲话 今天奥斯丁访问了以色列 建了以色列的防长 包含也建了内塔尼亚胡 对不对 这些官员 然后奥斯丁对着以色列的防长就在那说了 然后的话你们现在应该要过渡到下一阶段的行动规划 然后这个纽约时报报道称 奥斯丁的说法意味着以色列将在加沙开展更为精准的战术 然后的话他将此举成为以色列在这种冲突中的战略要务 什么叫精准的战术 之前跟大家讲了吗 精准的部队 精准的打击 不要再玩大规模的陆军作战了 也就代表着以色列的国防军大规模的陆军从加沙城内撤走 然后的话玩那种精准的打击 对不对 那精准打击还用得着大量的军队吗 以色列也就从加沙城内脱身 然后的话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防长加兰特称啊 根据啊以军完成的军事行动的情况 以色列很快就能将啊加沙分为不同的区域 在我们完成使命的每个区域啊 以色列军队都会逐步过渡到下一阶段 并开始努力让当地居民返回 这个他表示加沙地带啊 这个北方可能比南方更快实现这一目标啊 以色列的防长什么意思 那就同意了嘛 你给我点时间啊 我把加沙城划成不同的一个区块 让我慢慢的从加沙城内撤走 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撤走 一夜之间撤走 以色列国民可能就会认为 内坦尼亚湖软弱吗 战败了吗 你一夜之间撤走了吗 你撤得比较井井有条 还算代表着你能够把这个脸找回三分呢 这就是以色列的一个状态 美国第一步的 让以色列从加沙城内脱身这个事情 达没达成目的 反正没完成呢 但是以色列的防长已经同意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不过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哈马斯会拖住这个以色列 但是现在看起来 如果以色列脸都不要了 就是撤了 对不对 哪怕冒着以色列人 骂以色列的军队软弱 内塔尼亚湖软弱 这种风险 他都撤的话 对不对 那哈马斯还真没办法拉住以色列 对不对 如果以色列从加沙城内脱身 以色列的这些军队就重新可以对西亚其他国家施压 尤其是黎巴嫩 今天出现的第一个新闻 那就是啊 这个以色列称啊 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打击黎巴嫩的珍珠党 这个事情啊 特别的阴险啊 简单跟大家来讲 这个新闻没那么重要 但是的话 以色列现在这个动作已经来了 然后这个啊 这个随着啊 加沙地带成为废墟啊 以色列正准备对黎巴嫩开战 这是英国的泰晤士报的报道 这个报道啊 非常的一个无耻 你打不过就打不过 什么叫加沙城成为一个废墟啊 消灭哈马斯消灭了吗 你怎么要撤呀 对不对 随着加沙城变为废墟啊 这个以色列准备对黎巴嫩开战 这个为消除黎巴嫩珍珠党的威胁 以色列军方制定了一项 入侵黎巴嫩南部的计划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啊 这个称啊 以色列 以色列军队领导层已经批准计划 并制定了时间表 讲到这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认为以色列无耻 但是以色列去攻击黎巴嫩的话 以色列可以打出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叫我有自卫权 大家也都知道 黎巴嫩的珍珠党前一段时间 一直在骚扰着以色列 对不对 以色列这个时候就可以高喊 你看看你黎巴嫩珍珠党打我多少回了 对你 你都打掉我几个坦克了 装甲车你也打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反击你 我我是一个主权国家呀 我的主权被你影响了 你先动手干的我 我干你不得理所应当吗 这就是以色列的一个玩法 黎巴嫩怎么办 黎巴嫩真的是被以色列干了的话 对不对 以色列的国防军从哈马斯啊 这个从这个加沙城内撤走 然后去打黎巴嫩的话 黎巴嫩真的是没办法反击啊 最坏的是什么 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 他还报道啊 这个黎巴嫩珍珠党公开啊 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也就是哈马斯啊 而且由于啊 这个黎巴嫩的珍珠党的军事力量 比哈马斯强大许多 以色列军方担心啊 这个珍珠党部队可能会对啊 以色列北部发起大规模的攻击 黎巴嫩珍珠党比哈马斯强 所以说黎巴嫩珍珠党会打击以色列 你要不要脸呢 黎巴嫩珍珠党再说 他也是个游击队啊 你以色列的正规军 可是拥有着F35的正规军呢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首先讲给黎巴嫩的珍珠党来听 对不对 你啊 你比哈马斯还硬 哈马斯都消耗了啊 这个以色列军队的那么多的啊 这些军人啊 坦克呀 装甲车呀 你黎巴嫩珍珠党也能做到 你来跟黎巴嫩 你来跟以色列打 只要是黎巴嫩珍珠党 贸贸然贸贸失的去攻击了以色列 以色列将会大举进攻 黎巴嫩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这是原因一 原因二呢 那就是啊 这个因为以色列担心 你黎巴嫩珍珠党太强大 对不对 而且你还打了我了 所以说呢 我要对你进行实施攻击呀 这是给以色列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是 这个黎巴嫩珍珠党比哈马斯还强大 而且黎巴嫩珍珠党还支持哈马斯 而且黎巴嫩珍珠党还打击了以色列 所以说以色列打你 那是因为担心你比哈马斯强的那个实力 把坏就坏在这儿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啊 表示啊 这个我们不会对以色列发动前面全面的攻击呀 除非遭到挑衅或哈马斯面临失败 珍珠党啊 这一表态呢 然后他减低了 缓解了外界对于冲突扩散的一个担忧 但是啊 以色列啊 这个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决定啊 不能够接受珍珠党迫在眉睫的威胁 现在以色列怎么忽然间硬了 之前黎巴嫩珍珠党 然后打击这个以色列边境的时候 以色列怎么不去打呀 因为决定要从加沙城内抽身 以色列对于外部国家的这个威胁又重新起来 如果打了黎巴嫩 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 如果以色列打了黎巴嫩 周边的这些西亚国家怎么办 伊拉克 叙利亚 约旦 都在沙特 这些国家怎么办 啊 对不对 然后尤其是啊 像像伊拉克呀 像什么叙利亚呀 约旦呢 沙特呀 这些国家真不成事啊 大量的美式装备啊 然后跟 难不成要跟这个以色列正面开战吗 正面开战 又得回到当年的中东战争里边的失败的怪圈去啊 为什么叫失败的怪圈呢 因为以色列有F35 以色列的空军陆军都强于西亚地区的像伊拉克呀 叙利亚呀 约旦的沙特这些国家 对不对 那沙特这些国家 然后他不想啊看到这个战事影响到黎巴嫩 约旦这些国家不想要看到战事影响到黎巴嫩怎么办 那就得选择与以色列和谈 对不对 然后以色列别打了别打了 那沙特这个时候得怎么办 那求以色列如果不成功 那求美国吗 那不然的话眼看着黎巴嫩要被以色列要吞掉啊 对不对啊 那求美国 那求美国怎么求啊 对不对 美国爸爸我让你影响我们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和天然气啊 对不对啊 美国肯定会要求这些呀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玩法 但是啊 以色列对于黎巴嫩施压这个事情成能成事的可能性不高啊 因为以色列到底战场上能有如何的一个表现 他不好说 而且以色列也同样在担心着伊朗 对不对 而且这个叙利亚和伊拉克有大量的游击队 照样可以跟啊 以色列打游击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这个施压 这个成屋的可能性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总而言之 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一步棋 以色列不管怎么说 现在又重新获得了影响其他西亚国家的一个能力 因为要从加沙城内脱身 最坏的一点是啊 其实就是美国对于也门的一个施压呀 然后的话 今天啊 这个美国宣布了一个成立啊 这个多国的海军啊 然后的话 要在红海执行任务 也就是向也门护赛武装进行施压嘛 然后美国防长奥斯丁啊 在这个巴林宣布啊 美国 英国 巴林 加拿大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挪威 东非 赛舍尔和西班牙 将在红海南部和亚丁湾执行联合巡逻任务 这是美国人做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美国人这样去做 你们会在武装袭击啊 邮轮袭击一些货轮 这确实是没有错 但是的话 美国自己不下场 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是美国最坏的一点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联合的舰队有美国 但是的话 美国是拉了一大堆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自己不下场 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澳大利亚 对不对 美国直接在邀请澳大利亚的军舰啊 加入到这个联合舰队里面去 可是啊 从现在爆出来的这些国家里面没有澳大利亚 那我跟大家讲了嘛 美国为何要邀请澳大利亚 因为澳大利亚一直是替美国人 英国人冲锋陷阵的一个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 澳大利亚那叫一个积极 对不对 如果澳大利亚的军舰在红海被袭击 澳大利亚必然要被美国人推着 继续当那个炮灰 按照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性格来说 他也是如此 陆军空军海军都得上去干野门护塞武装 那就是美国人的一个目的 坏就坏在这 美国真想干的其实是野门 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聊了 然后呢 美国同时啊 对于野门 对于伊朗 对于啊 这个这个 这个黎巴嫩啊 他都出手了 真正美国最有可能动手的地方 其实是野门 而且美国自己不动手 有可能是刚才说的这一系列国家的其中一个 有可能是东非的赛舍尔嘛 不可能 跟大家讲不可能 有可能是啊 这个加拿大嘛 跟各位讲 加拿大的实力在那摆着 也不是特别的可能 真正真正最有可能的是谁 是欧洲国家 这才是美国埋的最坏的一招啊 欧洲这些国家如果被野门护塞武装给袭击了 那欧洲这些国家要不要报复 对不对 欧洲某个国家 比如说像法国 英国 像意大利 对这些国家要不要组成一个什么样的联军 去跟野门护塞武装干一干 那讲到这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想啊 那欧洲这些国家去干野门的话 那它有好处吗 我跟各位讲 太有好处了 为什么 因为只要打了啊 这个野门的胡塞武装 然后呢 对于野门这个国家产生了影响力 同时就会影响谁 沙特嘛 对不对啊 这叫什么 纯王齿寒呢 然后影响了沙特的话 也就影响了阿拉伯世界 影响了阿拉伯世界 欧洲这些国家 对于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和天然气 它的话语权也会增加 那欧洲这些国家的能源 基本上就不用抽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这些国家 会加入到这个行动里边去的一个原因 坏就坏在这 我跟各位讲 不过呢 咱们今天会好好的聊一聊 美国会不会成功啊 但是讲美国会不会成功 然后咱们先讲 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施压呀 为什么要先讲美国对于伊朗的施压 因为美国要卡住伊朗 在巴以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这一轮的啊 我那个时候做视频跟大家聊 美国往地中海派了两个航母编队 它的目的没有别的 就是要对伊朗施压 伊朗如果说啊 对于以色列产生什么进攻啊 直接的进攻啊 然后的话 这个美国必然要使用 它航母上的这些战斗机啊 对于伊朗啊 进行轰炸 为什么呢 打伊朗 美国面对的压力小 加沙城内打仗啊 这个巴勒斯坦人悲惨的这个境遇 联合国大家都说得过去 可是伊朗这个国家是曾经被联合国制裁的一个国家 这是我当初跟大家讲过的话 伊朗是伊朗是之前被联合国制裁的一个国家 打伊朗联合国里面 其他的国家可能反对的声量没那么的大 而且打伊朗对于美国有好处 因为伊朗的武器提供给俄罗斯 提供给对不对 然后的话 黎巴嫩的珍珠党啊 哈马斯啊 提供给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啊 包含也门的胡塞武装的装备也有啊 这个伊朗提供的一部分吗 总而言之 只要卡住了伊朗 消耗了伊朗这个国家的实力的话 然后的话 然后这个整个西亚地区 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 之前就跟大家讲过啊 美国去对这伊朗实压用不着啊 什么入侵伊朗这个国 为什么当时我跟大家聊这个话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些特别可爱的一些同学啊 向我提问说啊 美国不敢打伊朗 对不对 美国连阿富汗都打不了 他打什么伊朗啊 哎呀 如果那个时候我就问过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 这个美国就是 这个啊 一会儿变成农夫与蛇的那个大毒蛇 一会儿变成啊 美国呢 美国没能力没实力的阿富汗都打不过 到底哪个是美国的你得看清楚啊 而且美国又不着 对不对 整体的地面作战路面作战去进攻伊朗 美国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大规模的空袭伊朗 导弹打过去啊 飞机飞过去轰炸 伊朗的电力设施啊 伊朗的工厂给他炸一炸 伊朗的生产能力就会下降 那整个西亚地区的反抗的组织们都在像伊拉克 徐利亚的民兵啊 也门的护塞武装啊 黎巴嫩的珍珠党啊 哈马斯啊 他能够得来的这些支援就会大幅的下降 对不对 那对于美国而言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能够达成自己控制西亚地区的一个目的了吧 反抗的源头伊朗被啊被限制 那美国那不就那就直接赢麻了呀 谁还谁还敢在这片地区反反抗美国呢 所以说伊朗一直以来没有对于以色列采取直接的动作 只不过是使用也门护塞武装 伊拉克叙利亚的民兵 包含黎巴嫩珍珠党 包含哈马斯进行反抗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跟大家讲 有些同学出来说 伊朗应该要下场 想要当这个整个西亚地区的老大啊 伊朗应该要直接攻击以色列 你攻击以色列 那就是给美国人理由来弄伊朗 因为只要伊朗敢打以色列 那伊朗就得高喊 我有自卫权 我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对不对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有主权的一个国家 你伊朗打我 你就是侵略我 侵略我 对对 我就就得找别人来干你 那个时候美国就得大面积的轰炸伊朗 伊朗的生产降低了 那西亚的局势 大家想想会如何变呢 咱们先看 美国到底是如何对于 这个伊朗进行施压的 这个啊 这个英国 法国和德国 这个通过了一个联合声明 声明的指控 伊朗向这个 这个俄罗斯转移数百架无人机 这个德黑兰当局 开发并测试弹道导弹 而且呢 还将这个浓缩油 提供到 这个提高到了60%的水平 然后这啊 这对一个声称没有核武器计划的国家而言 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说呢 你伊朗违反了联合国批准的伊朗核协议 这个指责特别的一个坏呀 德国 英国 法国 再加上美国 虽然说美国已经退出了这个协议啊 但是美国照样绑在一起谴责这个伊朗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谴责伊朗 谴责伊朗谴责的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坏了 就是说你伊朗现在啊 又在这个提炼浓缩油 你提炼到60%的一个程度了 你伊朗肯定要是要拿着原子弹 炸这个炸那个 然后的话 这样的话就可以警告伊朗 我弄你 我有理由 其实大家得看到了 这就是一种警告 这就是一种提示 你伊朗别太出格 我美国可能下一步会有大动作 我有大动作的时候 你伊朗敢动 对不对 我就美国带着头说你违反核协议 然后来轰炸你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 整个西亚地区的这个局势之复杂 真的没那么的简单 谁应该干 谁啊 谁谁谁要往前冲 对不对 什么约旦呢 是什么这个叛徒啊 这个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叛徒等等 这种话少说 太复杂 这个局势 其实尤其是啊 之前哈马斯的领导人 见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人 哈梅内伊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跟大家讲过 哈梅内伊讲的话特别的简单 哈马斯要有毅力 要有耐力 这两个词 为什么呢 一直在跟大家讲 讲过很多回 因为毅力和耐力 代表着你要打持久战 对不对 伊朗自己也有毅力 也有耐力 然后哈马斯也得保持这种毅力和耐力 早晚成功 他都会到来呀 所以说呢 那种貌貌然 貌貌失 你应该下场 你应该打 对不对 你不打 你就是啊 软弱 你想要当这个大哥 你不干 你哪能行 老是 老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话 真的是会会出大问题啊 如果伊朗这样去做了会出大问题 刚才跟大家讲啊 这个美国这个计划能否成功呢 先看美国现在这个计划基本上成行了啊 然后呢 美国啊 现在限制啊 这个以色列啊 要从加沙城内撤走 然后美国 然后在这个红海打造一个联合的舰队 现在也基本上成事了 以色列如果从啊 这个加沙城内撤走 以色列就可以 针对这个黎巴嫩进行施压 黎巴嫩敢啊 打这个以色列吗 现在还有点难 对不对 这个以色列又控制了西亚地区的一个国家 黎巴嫩 然后呢 然后在美国控制住伊朗 你不要乱动 对不对 你要乱动的话 你就是违反了这个和协议 对不对 你违反了和协议 我就有可能大规模的轰炸你伊朗 你伊朗还知道死活吗 这就是美国整个的一个计划 不过最开始跟大家讲 美国最有可能成事的就是啊 美国现在已经做到的这个联合舰队 这个联合舰队坏 刚才跟大家讲了 最坏的地方是美国拉住了欧洲这些国家 然后的话 对于整个西亚地区进行施压 如果欧洲这些国家 某个国家 然后被野蛮胡塞武装啊 给攻击了 那有可能欧洲就会出现一个联军 然后进入到加沙 进入到野门 与野门胡塞武装进行作战 然后对于这些欧洲国家还有力 对不对 如果说啊 击败了野门胡塞武装 影响了 可以直接影响这个沙特 那欧洲这些国家在西亚地区 他也可以得到一定的石油和天然气的 这个分配权 那欧洲现在能源危机瞬间缓解 所以说美国坏就坏在这 不过呢 美国能成功吗 太难 太难 为什么叫太难呢 中国早就看透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最近这几天 你看看 王毅拉着伊朗和沙特的副外长在开会 然后的话 又组成了中国沙特伊朗的一个委员会 大家还继续的开会 然后高喊着团结 为什么 这就是破拟美国的一个联军呢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这些国家呀 对不对 他担心的是什么 石油和天然气呀 谁能够给欧洲这些国家施压呢 整个西亚地区 是沙特 在这个欧洲与美国啊 包含东非的这个赛舍尔打造的这个联军 然后联合的舰队啊 然后的话 像这个野门啊 胡塞武装施压的施压之前 然后沙特阿拉伯世界 必然要对于欧洲施压 你现在你在区域你在红海这边 你想要搞事情是吧 行 那你买石油天然气 你少买点吧 我沙特减产了 对不对 总之啊 沙特如果做出这种作作 欧洲这些国家的经济必然受到影响 你配合美国 你没有好处 那未来沙特会这样去做吗 咱们咱们观察着整个红海的 他所谓的这个联合舰队能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其实这也是对于伊朗和野门胡塞胡塞武装的一个考验 刚才跟大家讲啊 然后的话 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想要借着这个事情啊 然后调动野门胡塞武装 如果野门胡塞武装真攻击了啊 这些舰队的某些欧洲国家的团支的话 那就可以组成一些路面的部队 地面的部队 对于野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 那可能有些同学会说 野门胡塞武装不攻击不就完事了吗 那不攻击的话 那以色列将要得到大量的支持啊 所以说接下来沙特与伊朗的操作将会进入了非常非常细腻的一个阶段呢 总而言之啊 咱们就等着看就行了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个解法 另外一个解法就是啊 这个这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这个民兵组织 更加大力大力度的啊 袭击这个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这些军事基地啊 如果能够取得一些战果的话 美国是呀 那就要考验美国自己要不要亲自下场 这个这个陆军或者说海军陆战队吧 然后进入到西亚地区进行作战呢 让美国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总而言之吧 到最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方案和解对方解决方案 咱们拭目以待 总而言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现在这个阵仗它大不大 黎巴嫩 野门 伊朗都在包含现在正在进行的加沙城内的战事 然后总而言之西亚地区一大片全都被战争啊 这样的一个阴影所笼罩了 然后哪怕说西亚地区真有可能再爆发一场什么奇怪的战争 什么在伊朗啊 在这个伊朗啊 在黎巴嫩呢 在野门呢 真的打起来 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多的担心 为什么 美国如果你实力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没人敢跟美国打仗 可是呢 你美国现在 能够保证乌克兰打赢吗 俄乌战场那边 大家就看透了美国呀 美国现在战术 那叫制定的一个精密啊 讲当年美国根本就用不着这个战术 一块洗衣粉 消灭一个国家 哪用那么复杂呀 我要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啊 美国我就可以消灭一个国家 可是现在呢 你看看这小步骤啊 那下的那叫一个细致 对不对 这个啊 这个欢欢的相扣 一步啊 覆盖着一步啊 以色列从加拿城内撤走 对不对 这个法达赫啊 与哈马斯啊 互相的争斗 沙特与伊朗的矛盾在一起 红海的联合舰队啊 再往全去施压 对于也门的互赛武装进行打击 多细致 但这种细致 更好让大家看到了你美国的无能 以及你美国不愿意直接下场 你美国自己的实力不济 你还要这样去玩 战火就有可能延伸 战火延伸 你美国继续给钱给武器吧 除非还是那句话 你不管是针对黎巴嫩 针对野门 针对伊朗 你能够快刀斩乱麻 对于你美国来说最好 可是哪场战争能够让你美国快刀斩乱麻呢 所以说美国现在在走钢丝啊 而且走的那就一个悬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的状态 之前最开始就跟大家讲 美国最好的一个方案就是抛弃以色列 让美国跟西亚地区这些国家 阿拉伯世界还留着三分的搏灭 人家还还对你美国说声谢谢 但是你美国非得这么玩 一翻两瞪眼 你就等着看就行了 而且我跟大家语言 沙特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导向美国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而且还要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啊 正在准备对于巴以问题最新的一个表决啊 本来18号就要啊 就要表决 结果拖拖拖啊 一直在拖 这个表决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新闻的出来 这个表决为什么重要 这个表决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啊 对不对 我估计啊 会是会把什么战火外延 防止战火外延等等等等 这种事情要写进去啊 因为要防的就是美国轻易的 让啊整个巴以局势恶化 让西亚地区的这个局势恶化呀 总而言之 安理会能否起到限制美国的这个作用 咱们拭目以待 但是现在安理会到现在这个表决 还没有真正能够出来呀 都延时延期了呀 总而言之吧 咱们等着看美国的未来 看一看美国的威操成不成事 对不对 看一看美国这么继续的折腾下去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报应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